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冬張西望友 跟大家見面了 今早前連場大雨 一度兩次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但猜到猜不到 中午時太陽八八出來了 還阳光普照 你很不習慣嗎?我反而很習慣 上星期我去了黑龍江卯丹江 找一位由日本來的煮飯先人 以後在東洋西網 都可以看到他的訪問 至於為何會說這個卯丹江 因為那裡的天氣一樣很繁複 一時下大雨 一時又出猛太陽 跟女人心情一模一樣 跟我們女人甚麼事 天陰陰真的會影響心情 出街之前要想要穿甚麼衣服 才不會那麼容易說 況且我這個陽光的少女性格 你明白嗎 少女真的不知道 不過說太陽那樣 以下這班住戶有你照著就開心了 整棟大廈漆黑一片 甚至要用電筒出入 這裡是秀茂平曉江街 曉江角和曉明角兩棟大廈 上星期五大廈電標房發生火警 導致大停電 由於水不沒有電 十一樓以上的單位都沒有水供應 慘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身後這一棟大廈 除了一樓和二樓的安路院 位置有暫時供電之外 對上所有的單位都是烏燈黑火 這次有大約五百名住戶 和兩間老人院受影響 雖然昨晚有發電機供電給老人院 不過只夠照明 冷氣風扇仍然不能開 老人家都叫苦連天 會不會很熱 熱都沒辦法 我們不出來逛逛 是,那今晚熱到這樣怎麼辦 熱都沒辦法 水方面是怎樣的 水有水嗎 水有水 那洗澡方便不方便嗎 洗澡中冷水 雖然現在大廈有電供應一台電梯 給居民使用 但住宅裡仍然沒有電 部份住戶更加沒有水供應 熱烈烈即是怎樣算好呢 昨晚見到水務署派出水車 給居民拿水 你拿這麼大桶水 辛苦嗎 很辛苦 要多久拿一次水 大約要半個小時拿一次水 因為我們多人 只要一台電梯 因為人家都要上班上學 如果大家都要爭住 只要一台電梯 不就很不方便 妹妹你怎樣做功課 沒有燈 用電話燈 走上去的時候 要拿電筒嗎 準備了 你會三心治安的東西嗎 一定會的 對 因為你黑暗暗泰國人流不好 是 自己小心一點 有居民說搬走幾天 我看你拖行李箱 是否打算搬走一段時間 暫時先處理這些幾天 是 為甚麼 沒有水沒有電,怎麼生活 雖然大廈有臨時發電機 但時好時壞 像今早黃宇般發電機故障 居民出入也要走樓梯 我們就跟著住 住在頂樓26樓的Alex 上了他家看過 我去第20樓 你走20樓下來 玩到水上又要玩 走到20樓上去 這樣要潑水嗎 晚上7時就開始 吹了一聲就沒有了 一直等到晚上11時 不對勁了 超過四個多小時都沒事 決定帶兒子收拾東西 去找酒店 不然怎麼辦 出去才算 在這裡又焗又沒水沒電 而同樣住在26樓的陳婆婆 今年83歲 是一位獨居老人 這幾天她都是靠鄰居幫忙買飯 我兩天都沒洗過澡 是嗎 又沒水又沒電 又沒電 升降機也沒得下 有水車來拿水 在下面 那我就走下去拿 反正就是有時 腳又痛了 我又少了 沒電 那個五分鐘都不行 據知大廈遲遲未能進行維修 是因為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 進行超過20萬的維修工程 需要通過招標程序 和由業主大會來議決 但條例也同時規定 召開業主大會是至少需要14天的通知期 18日才可以開會處理這件事 是怎樣的 那我們就一次就跟業主委員會說 不要了 你當務之急 你不如現在我們籌了錢 你有一筆錢 可以招攬那些甚麼公司來維修 那就可以看看哪間公司是快 還有適合我們小業主的心意 我們先做了 那他給不給 他就是這樣做 這陣子天氣這麼嚴熱 居民在無水無電的情況下生活 真的很辛苦 真的要早日找到解決方案才行 我真的很明白他們的心情 因為我小時候 家裡經常有停電和停水的經歷 說停水 幸好也有水車來到家樓下 媽媽看到旁邊的小朋友 就跑到水車洗澡 順便叫我一起洗澡 原來在這個滿步猩猩的見證下 露天洗澡 你這個浪漫的性格 原來自小培養回來 如果我家裡沒有水沒有電的話 我會選擇不洗澡 乾煎鹹魚 如果夏天不能開冷氣的話 就加一條毛巾桿桑 喂 你這些臭男人的性格 原來是這樣培養出來 不過如果要在高溫底下穿 以下這件70磅重的衣服 你也不是說不辛苦 警車、鐵馬、拆彈機械車 還有專家奉照到場 甚麼事這麼大陣仗呢 原來是華仔為自己監製 兼主演的新戲拍攝拆彈場面 烈日之下穿著70磅防爆衣上陣 一個字 帥氣 帥氣 剛才穿著防爆衣會不會很熱呢 在今天的天氣 是的 我想今天幾度 30多度 我想差不多穿了那件衣服 40多度 但很奇怪 我真的告訴你 現在我裡面濕透了 但不知道為何這件衣服不覺得 工作一向專注的華仔 但對戲都已經相當認真 他還謙言 效果好是因為有一群好拍檔 我沒有什麼工作 其實是他們多一點 他們幫我穿 而且整個過程要很真實 黑哥就之前… 黑仔的華哥 黑仔就… 很舒服 之前合作過 其實一直都很欣賞他的表演 華哥的吸引力其實真的很大 我第一次跟華哥拍戲的時候 在《風暴》的時候 我不怕告訴你 我和你有一場車戲 我是靜靜地拿電話來偷拍你 他太有吸引力了 忍不住 有份參演的張繼聰和BabyJohn 都特地來到拍攝現場 重逃偷師 還說能夠參與這類大製作 有不少的得著 偷師都是其次 最主要是要先見華哥 看見他有沒有馬上集油 不敢 我是比較含蓄的支持者 我覺得華哥在整個拍攝場上 無論他演員那部分 或者他自己看螢幕 去想一些調度上的事情 他和導演的溝通 各方各樣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榜樣 其實今天對於電車迷來說 都很開心 因為全港第一架的冷氣電車 終於都試行了 今早在屈地街電車總站出發 終點站就是沙基灣 大批市民和電車發燒友 都去到試搭 還影商留念 是的 電車上下兩層都有通風口 坐上邊和下邊都一樣涼淨淨 而冷氣溫度的模式有四種 今天電車溫度設定在23度 但最重要的是 有了冷氣收費也是照舊 成人是收費2.3 小朋友就是過兒 冷氣的電車每天就有5至6班 但路線不一定是一樣的 Eric, 不如我們下班的時候 一起去港島區碰一下運氣 看看有沒有機會乘冷氣電車 你竟然這麼遠轉, 又約我去街 這麼浪漫去乘電車 好吧, 我給你一個機會 不過我們也要先跟各位觀眾 說一聲拜拜 對 好, 明晚再見, 拜拜 港人北上深圳注射 獄毒鋼菌頻頻出事 是深圳注射獄毒鋼菌有什麼危險? 香港不少女人不分腦亂都要注射 貪靈背後隱藏什麼危機? 留意東張細網 effectivement, 我們走imiz甲殼便, 而且市 Pass處 沒什麼事 你們去坐下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